大家好 这期节目 我们一起盘点历史上最著名的十次经济危机 它们大多发生在美国 影响了投资者 也影响了经济 有的甚至让全世界震惊 希望回顾过去的低迷和复苏 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 并对我们未来的储蓄 投资和退休计划有所启示 历史上十大经济危机排名第十位的 是1907年的美国银行危机 这是20世纪第一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它也促使美国成立了美联储系统 当时的经济衰退引发了恐慌 出现了很多对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挤兑事件 这些信托公司与银行竞争 但不受纽约清算所的控制 两位投机者策划同框公司 United Copper的股票压空行动失败 为其提供贷款的银行 遭遇挤兑事件 并很快蔓延到了更多的银行和信贷公司 清算所平息了与这些人有关的银行挤兑 但信托公司却没有 一周后 纽约当时第三大的信托公司 尼克伯克信托公司倒闭 当时美国还没有中央银行 为市场注重流动性 传奇的银行家JP Morgan站了出来 他自掏腰包 投入了大量现金支撑银行体系 并说服纽约其他银行家也这样做 最终JP Morgan和其他人拯救了银行和股市 历史上十大经济危机排名第九位的 是1981年的美国经济衰退 在1979年成为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 为了对抗高通胀 将联邦基金利率从当时的11% 提高到1981年年终的20% 对于汽车和房屋贷款而言 这让获得信贷变得更加困难 这导致制造业和房屋的严重收缩 相关行业工作岗位大大减少 同时在1982年 联邦政府取消了对储蓄和贷款机构的利率上限 使他们比银行更具竞争力 并允许他们将大部分资产用于低于标准的贷款 于是这些储蓄和贷款开始以更高的收益率吸引投资者 同时将这些资产投资于垃圾债券等风险工具 监管限制的放松带来的过度投机导致储蓄和贷款机构借出的资金 远远超过了他们提款时无法偿还给客户的钱 最终引发了许多储蓄和贷款机构的倒闭 在央行采取了大约两年的纠正措施后 1984年开始经济获得了好转 然而高通胀和高利率的残余影响 使得储蓄和贷款业危机的持续时间远远超过了经济衰退的结束 历史上十大经济危机排名第八位的 是2010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2009年10月初 希腊政府预计的全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远超欧盟规定的上限 揭示了他们的主权债务问题 此后 债务评级多次下调 大规模赤字削减方案 增加就业压力 主权债务问题逐渐在发达国家经济里成为普遍性现象 由于欧盟内部债务相互持有 集中度高 系统性关联 使财政状况相对稳健的 得法等核心成员国也被波及 2010年4月下旬以来 债务危机不断恶化 债务违约的预期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 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 在欧盟5月10日出台救助方案之前 反映股市风险的VIX指数半个月内翻了一倍之多 创出近12个月的最高 5月6日全球股市暴跌 美国股市出现恐慌性抛盘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下跌3.2% 盘中跌幅一度超过1000点 美元指数也一路走高 大宗商品市场受到巨大压力 随着欧盟一系列措施和救助方案出台 各国经济缓慢恢复 在2015年左右基本恢复正常 历史上十大经济危机排名第七位的 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1990年代初期 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 日本为摆脱通货紧缩 鼓励资本外流 同时 日本国内外的银行和各种对冲基金 利用外汇实现短期套利 在东南亚国家大进大出 而这些国家乐于从外国直接投资 组合投资政府贷款中接受资本流入 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隐藏的巨大风险 这也导致了东南亚经济泡沫的产生 成为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而日本最终对东南亚地区贷款的撤回 导致该地区大部分资本外流 使亚洲经济陷入了严重衰退 1997年7月2日凌晨4点半 泰国央行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 宣布泰铢开始自由浮动 泰铢对美元当日贬值15%以上 亚洲金融危机正式开始 金融问题蔓延到股票和房地产 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货币也都走弱 韩国接近违约 一些国家发现自己陷入了衰退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 尽管这些国家在危机前表现出强劲的增长 但他们的金融机构贷款不良 国内经济和房地产市场过热 1999年这场金融危机结束 历史上十大经济危机排名第六位的 是1970年代美国石油危机核治症 早在1973年10月 OPEC就实施了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 以报复他们在赎罪日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 在随后的九个月里 原油价格翻了一番 接下来 由于1978年和1979年的伊朗革命 他们再次翻了一番 不仅仅是油价 更高的成本波及整个经济 到1980年 通货膨胀率超过13% 是能源危机前的两倍 与此同时 失业率从1973年底的不到5% 上升到1982年底的将近11% 价格快速上涨和经济增长 缓慢相结合导致滞胀 为了应对滞胀 投资者纷纷离开股市 1973年 波浦500指数下跌了17% 一年后又继续下跌了30% 历史上十大经济危机排名第五位的 是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 道琼斯指数在1987年上半年上涨了44% 然而在同一年的10月19日星期一 道琼斯暴跌22.6% 创造了大萧条以来的最大跌幅 当时的美联储新任主席埃伦格林斯潘 正在收紧货币政策以减缓美元贬值 从而导致利率上升 到黑色星期一证券交易所开市时 卖出的压力已经在前一个周末累积起来 卖单的数量是压倒性的 而在联邦政府宣布贸易逆差大于预期之后 大家纷纷开始抛售 与此同时 当时的高频交易算法触发的大量卖单 也加速了市场的暴跌 另外国际投资者的增加 以及期权和衍生品的使用 也是崩盘的重要原因之一 突如其来的市场崩盘 让全球股市陷入动荡 美联储迅速采取行动 降低利率 并引导银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证券交易所还努力阻止程序交易 设立熔断机制 在基准下跌过快时冻结交易 股市花了18个月最终恢复 历史上十大经济危机排名第四位的 是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 投资者被市场营销和初创公司的快速增长所吸引 但在线公司取得成功的时间框架 却不切实际 一些公司根本没有商业计划或收益 牛市很快就被投机兴奋所席卷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1995年至2000年3月期间上涨了500%以上 2001年泡沫破灭 到2002年9月 纳斯达克指数跌至2000点以下 比2000年3月的峰值下跌了将近75% 它在将近13年的时间里都没能恢复其价值 大量的抛售使得传统的科技大厂如斯科英特尔和甲骨文等也都失去了大部分价值 随着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持续存在 美联储降低了利率 以试图刺激经济 通过维持历史低利率 美联储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 它使借贷变得异常便宜 这反过来不仅帮助企业发展 而且帮助购房者获得异于负担的抵押贷款 值得一提的是 加马逊在泡沫破灭中幸存下来 并随后成为了20年来最成功的科技公司之一 历史上十大经济危机排名第三位的 是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 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金融危机 在市场崩盘之前的五年中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价值增长了六倍 然后在1929年10月28日的黑色星期一 它暴跌了近13% 并在第二天继续下跌了12% 一直持续到1932年夏天 崩盘之后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 之后受到二战的影响 直到1954年11月 整个市场才恢复到崩盘前的价值 大萧条的原因 伴随着诸多学派理论的提出 如今已经是重要的科学研究课题 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 股市崩盘 银行失策 以及过度负债 国际贸易的坍塌 居高不下的辍学率 失业率 自杀率 排偿对领救济的人们 恶化的治安 大萧条的影响 远不仅仅是股市 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历史上十大经济危机排名第二位的 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 抵押贷款利率从2000年的大约8% 稳步下降到2003年的不到6% 这些相对便宜且异于获得资格的住房贷款 创造了房地产繁荣 人们买了他们原本买不起的房子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拥有专门为低信用等级的借款人提供的住房贷款 也就是次级抵押贷款 房市的繁荣也引发了巨大的泡沫 并随后引发了次贷危机 2004年开始 为了让经济放缓 美联储开始逐步提高利率 为了抵消风险 次级贷款机构开始大幅度提升利率 那些在利率处于最低点时购买了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的人 突然发现自己无法继续还款 这也导致了许多客户违约 随着抵押贷款违约的增加 拥有大量抵押贷款知识证券的大型银行 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 雷曼兄弟 贝尔斯登等公司相继破产 金融危机由此而来 美国失去了近900万个工作岗位 原油价格从2008年6月的每桶近134美元 暴跌至年底的每桶不到42美元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联储再次降低了关键利率 以促进流动性 并在一项名为量化宽松的政策中 向银行提供了近8万亿美元的贷款 2009年 国会又拨款8000亿美元用于失业救济金 基础设施支出 减税和其他刺激经济的支出 2010年 他通过了Dot Frank法案 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以防止投机性接贷和交易 这些措施似乎扭转了通货紧缩 市场有所好转 标普500指数在2008年下跌了38%以上 第二年飙升了23%以上 10年后标普指数翻了一番多 也有大量股票再也没有回到2008年的价格 比如花旗集团的股票价格 在2002年 仍然比2008年下降了84% 在次贷危机之前 购房者很容易获得银行的高风险抵押贷款 而在如今的抵押贷款市场中 购房者必须提供文件 支付首付 并拥有高信用评分 历史上十大经济危机排名第一位的 是2020年的疫情 最大的经济危机永远就是现在 因为它真切的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 改写了市场的历史进程 2020年3月市场崩盘 3月16日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下跌12%至13% 标普500指数最终在2月19日至3月23日 期间下跌了34% 但市场迅速复苏 到8月 标普500指数已经回到高点 政府在疫情期间 大量注入财政援助 稳定了企业和消费 加快了复苏步伐 但同时也带来了高通胀 从2021年年底开始 美联储逐渐意识到 并承认了高通胀的问题 并开始着手提升利率 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 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供应链紧张 和劳动力市场短缺 得到显著改善之前 通胀率的大幅下降 不太可能实现 同时 美联储的利率调控 也让市场慢慢转向 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如果美联储确实在不久的将来 成功引发了经济衰退 通胀将很快转变为通货紧缩 从而引发下一个宽松周期 和量化宽松政策 不论怎样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不确定性 让市场还处于恐慌当中 他也直接反映在股市的波动中 当务之急 仍然是努力的对抗通货膨胀 拜登总统在本周就四月份 高于预期的消费者价格通胀 发表了一份声明 他表示 通货膨胀对全国家庭来说 是一个挑战 降低通货膨胀将是他的首要经济任务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给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分享更多金钱的秘密 再见